各位冬奥会计在线的学员大家好 我们继续学习第十二章第二节 非居民企业税收管理的内容 由于第十二章呢知识点特别的琐碎 很多知识点我们平时接触的少 所以我在讲课过程中不断的乘上起下 来梳理和提示我们的学习思路 第二节我们还没有讲完 在上一讲我们讲的就是 非居民企业税收管理的内容 我们首先要注意 这一节在学习的时候 我们要找准站位 站在来源国立场 体现请进来的税收 什么意思啊 来源国给大家展示的这个丙图 黄色的这一部分是来源国 蓝色的是居民国 那么我们这个针对非居民企业税收管理 这一节的内容 它主要是站在了来源国的立场 我在这画了小人 在上一讲一开篇的时候 就提示过大家 站在来源国立场 我们可能要面对什么问题 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一个就是境外其他国家 它有相应的居民企业 所以在这呢给大家展示蓝色的居民国 有居民企业 境外其他国家地区的居民企业 它可以呢 有来源于我国的所得 它来源我国的所得 可以设立机构场所 甚至于它不设机构场所 也有可以来源于我国的所得 之前给大家也举过例子了 比如说转让一个商标权 那么我们作为来源国 接受这个商标权 不一定对方国家的那个企业 非得在我们这设机构场所 但是它有来源于我们的所得 另外 它可以在我们这设子公司 子公司就属于我们的居民企业了 但是呢 子公司它赚钱了 它需要向它境外的母公司 去支付股西红利 所以它要分红 又会涉及到来源于我国的所得 分红要分出去 所以我们上一讲还讲了 股西红利电纳税的政策 此外呢 境外的居民企业可以在我们这设 常设机构 常设机构 如何在我们这儿缴纳税款呢 这也是我们之前给大家讲到过的 在上一讲呢 着重的还提到了 它这个外国企业常住代表机构 如何在我国缴纳所得税的问题 所以呢 我们注意 本节呢 第一组考点 外国企业常住代表机构 第二组考点 承包工程作业和提供劳务 第三组考点 股息利息租金特权使用费和财产转让所得 这三组考点 我们都是在上一讲讲到过的 而第四组考点 中国境内机构和个人对外附会的税收管理 是我们本讲一开篇 要给大家讲解的 下面呢 我们来看 本节的第四组考点 中国境内机构和个人对外附会的税收管理 打了两颗心 但是呢 这个考点却是我们以往年度考试命题的高频考点 咱们以往考试命题啊 在命制第十二章或者是第四章的题目的时候 有的时候就会涉及到咱们境内的单位接受了境外给我们提供的服务 或者说我们购买了咱境外的某项特许权 甚至于我们给境外分红 然后就说你这个就需要对外附会啊 你同时你要计算一下 代扣代缴多少它的增值税 代扣代缴多少它的所得税 然后突然就问你 你要对外附会了 是否需要进行税务备案 所以这里的中国境内机构和个人对外附会的税收管理 主要体现在做税务备案这种情形 因此我们大家注意 对外附会需要进行税务备案的情形 大家是要把握的 因为考试老考这个嘛 境内机构和个人向境外 大家注意一下 这里的境内机构和个人 不仅仅包括非居民的企业和非居民个人 也包括我们境内的居民企业和居民个人 向境外 单笔支付等值五万美元以上 但是不含等值五万美元的下列外汇资金 除了无需进行税务备案的情形外 均应向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进行税务备案 我们大家注意一下这段话 他强调境内机构和个人向境外单笔支付 这里边强调单笔 不是说我全年支付向家 他强调是单笔 支付了什么呢 外汇资金 这外汇资金是多少金额呀 等值五万美元以上 不含等值五万美元 实际上就是超过了等值五万美元 这里一说等值就意味着 对外支付的外汇资金 可以不是美元 你可以是英镑欧元 但是等值五万美元 咱们以往年度考过对外支付 说他不是美元 然后又给了你相应的汇率 你得折一下 是不是等值五万美元以上了 等值五万美元以上的外汇资金 就除了我们一会儿要给大家讲解的 列举的无需备案的情形之外呢 就都应该向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来做备案 这里的这个等值五万美元以上 在以往年度中 主管体里边啊 考过三次这个五万美元以上这个金额 那好我们来看 除了我们后续要讲到的 列举的无需备案的情形之外 需要备案的都有哪些情形 我们一起来看 第一 境外机构或个人从境内获得的 包括运输旅游通信建筑安装 以及劳务承包保险服务金融服务 计算机和信息服务 专有权利使用和特许 体育文化和娱乐服务 其他商业服务 政府服务等服务贸易收入 虽然这里强调服务贸易 但是我们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第一项里 所包含的是境外机构或个人从境内获得的这些服务 他在说服务 他可没说货物 接下来呢 第二 境外个人在境内的工作报酬 境外机构或个人从境内获得的股息红利利润 直接债务利息担保费以及非资本转移的捐赠赔偿 税收偶然性所得等收益和经常转移收入 大家呢注意咱们以往年度多次考过 这个境外机构从境内获得利润利息担保费 是不是我们给他在进行支付的时候需要做税务备案 这个你肯定要看 他金额是不是达到这个等值五万美元以上啊 这个是考过的 接着第三境外机构或个人从境内获得的融资租赁租金 不动产的转让收入在这里出现不动产了 再有呢股权转让所得 以及外国投资者的其他合法所得 我们注意列举的这三项里边第一项强调的是服务 第二项内容比较杂 但是有我们常见的股息红利利润 还有直接债务利息担保费 第三项出现了不动产 还有融资租赁的租金股权转让所得 这几项呢都没有提到货物 没有提到有行动产 这一点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 它没有涉及到我们货物交易 它没有涉及到 所以呢 注意这三项都包含什么 另外 就是去年教材增加的一句话 境内机构和个人对同一笔合同 需要多次对外支付的 仅需在首次付会前办理税务备案 这个是去年增加的 强调的是一笔合同 多次支付 那么你不用多次备案 首次付会前办理备案 接着呢 就是提示大家以往年度的高频考点又出现了 对外付会无需进行税务备案的情形 用不着进行备案 因为咱们前面就说了 除了它列举的无需备案的 那你那等值五万美元 你对外支付超过了的 那你肯定是要进行备案 那么无需备案的情形 以往年度多次考过 我们大家注意这块特别琐碎 我呢一边讲解一边提示大家 然后后边还给大家编了口诀啊 我们大家先看啊 它的具体规定 第一是境内机构在境外 发生的差旅会议商品展销等各项费用 第二境内机构在境外 代表机构的办公经费 以及境内机构在境外承包工程的工程款 这里又涉及到在境外有代表机构办公经费 在境外承包工程的工程款 第三境内机构发生在境外的 进出口贸易的佣金保险费和赔偿款 第四进口贸易向下境外机构获得的国际运输费用 这又是进口贸易进出口 涉及到这里进口贸易向下 境外机构获得的国际运输费用 第五保险向下的保费保险金等相关费用 第六从事运输或远洋渔业的境内机构 在境外发生的修理油料港杂等各项费用 第七境内旅行社 从事出境旅游业务的团费 以及待定待办的住宿交通等相关费用 第八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集团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 从我国取得的所得或收入 这里从我国取得所得或收入 不用去备案的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是谁从我们这取得 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集团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 那么包括投资合营企业分得的利润和转让股份所得 在华财产含房产出租或转让收入 以及贷款给我国境内机构取得的利息 这第八项强调 从我国这取得收入的那个单位比较特殊 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集团下面 接着第九 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向我国提供的 外国政府贷款和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向下的利息 在这里呢 外国政府包括它的转贷 以及混合转贷和国际金融组织向下的利息 这里的国际金融组织指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集团 国际开发协会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组织 欧洲投资银行等 接下来第十 外汇指定银行或财务公司自身对外融资 如境外借款 境外同业拆借 海外代付 以及其他债务等向下的利息 第十一 我国省级以上国家机关 对外无偿捐赠援助资金 这个也考过 在这里啊 无偿对外捐赠援助资金 不需要备案的是省级以上的国家机关 级别是比较高的 接着第十二 境内证券公司或登记结算公司 向境外机构或境外个人支付其依法获取的 股息红利利息收入及有价证券 卖出所得的收益 这里的对境外支付的主体是境内的证券公司 登记结算公司 支付的什么呢 境外机构个人依法获得的股息红利利息 和证券买卖所得的收益 第十三 境内个人境外留学旅游探亲等 因私用惠 这个不需要备案 第十四 境内机构和个人办理服务贸易 收益和经常转移向下的退会 第十五 国家规定的其他情形 这是一个兜底条款 例如外国投资者 以境内直接投资合法所得 在境内的再投资 这个不用备案的 在境内再投资嘛 咱们前面还讲了税收还递严呢 另外财政预算内机关 事业单位社会团体 非贸易非经营性的付会业务 下面呢 我给大家把前边这个对外付会 无需备案的情形做一个归纳 因为这里以往年度多次出过客观题 也出过主观题啊 我们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对外付会 无需备案的主要是用于境外的 个别是用于境内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 无需备案的都有哪些 拆旅会议和展销 那是在境外的 咱们前面说了 机构办公工程款也是在境外的 进出佣金保险费 赔偿进口运输费 远洋渔业和运输修理油料港杂费 境内旅社出境油 代办住宿交通费 省级以上捐资金 个人留学屡探亲 境内利润再投资 机关社团非经营 所以境内的那个再投资啊 其他很多我们都涉及到境外或跨境的 这些呢 无需备案的 大家多看几遍 加深点印象 因为前面所列那么多条内容啊 太细碎 下面呢 我们再做做练习 看看去年在这里单选考过什么 下列对外附会的情形中 应向所在地主管社会机关备案的是哪一个 选项A 境内机构再境外 发生五万美元的保险费 这个不需要备案 咱们说的这个保险费在境外发生的 而且在这儿又是五万美元 它肯定是不需要备案的 选项B 境内机构发生在境外六万美元的出口贸易佣金 虽然啊这六万美元了 超五万了 但是是出口贸易佣金发生在境外的 无需备案 选项C 境外机构从境内获得七万美元的股权转让所得 这个需要备案了 选项D 亚洲开发银行获得八万美元的境内房产的出租收入 你别看它都八万美元了 但是亚洲开发银行 咱们刚才说了 那亚洲开发银行特殊的单位 那么它从境内所获得的这个房产的出租收入 刚才都说了 那个是无需备案情形里的 所以我们要选择选项C 应项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备案 再看2018年考过的单选真题 境内机构对外支付下列外汇资金时 需办理和提交服务贸易等项目 对外支付税务备案表的是哪一个 这意思就是需要备案的是哪一个 选项A 境内机构再境外发生的商品展销费用 无需备案 境外的商品展销你无需备案 选项B 进口贸易向下境外机构获得的国际运输费用 无需备案 选项C 境内机构再境外承包工程的工程款 这也是属于无需备案的那个情形里的 选项地 我国区限级国家机关 对外无偿捐赠援助资金 咱们刚才说了 对外无偿捐赠援助资金 无需备案的是省一级 这区限级级有点低 需要备案 我们要选择选项B 下面呢 我们就要一起学习第十二章的第三节 境外所得税收管理 我们首先还是找准站位 和刚才那个第二节站位不一样 咱们第三节境外所得税收管理 是站在居民国立场 站在这个蓝色丙图的立场 我在这画的小人也站在这个蓝色丙图这里边了 实际上要体现的是走出去的税收 咱们前面请进来 下面我们走出去 我们大家注意一下 这里的走出去 指的就是我们的居民企业 那我们可能在境外有经营 我们在境外可以设常设机构 我们也可以在境外投资设子公司 甚至于我们不设机构场所 来源于境外的所得也可以 此外非居民企业 在我国设立的机构场所 如果它存在了发生在境外 但和境内机构场所 有实际联系的所得 也需要在我国交税 那么它发生在境外 很可能人家来源国也对它这么税了 回来我们怎么处理啊 所以我们大家注意 这一部分境外所得税收管理 将要体现出来的是走出去的税收 由于在来源国人家要属地来进行征税 那么为了避免国际间重复征税 我们如何协调税收管辖权 另外如何实施税收管理 下面呢 我们要面对的是我们第四章学到过的内容 其实啊 我们这一节里好多内容 第四章是有的 只不过呢 我们要讲解的比第四章要更深入 所以我们循序渐进来看 企业取得的下列所得 已在境外缴纳的所得税税额 可以从其当期应纳税额中去抵免 抵免限额为该项所得 依照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 规定计算的应纳税额 按我国税法规定算出来的税额 作为抵免限额 这个第四章讲过 超过抵免限额的部分 可以在以后五个年度内 用每年度抵免限额 抵免当年应抵税额后的余额 进行递补 这个之前也讲过 那么我们看一下 哪些是可以限额抵免的 第一 居民企业来源于中国境外的应税所得 来源于中国境外的应税所得 因为它居民企业 全球所得都要在我国进行申报 但是它在境外的这个所得 因为是来源于境外 来源国按照属地原则 对它征收所得税 我们呢就要注意避免国际间重复征税 接着第二 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 取得发生在中国境外 但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应税所得 比如说外国银行在中国境内的分行 以它可以支配的资金向中国境外去贷款 那么境外借款人就该比贷款 向咱们这个中国境内的这个非居民的这个分行支付的利息 属于发生在境外 但是和这个分行有实际联系的所得 来源国人家认为说 哎呦 那利息从人家那支付的 人家要征税 咱们又说 非居民企业在我国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 发生在境外 但是和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所得 我们也要征税 又要出现国际间重复征税了 那在这里呢 提示一下 咱们第四章企业所得税法也收录了 在这里也收录了 我们采用低免法 目的是为了消除国际间企业所得税的重复征税 而重复征税 咱们在第一章的时候讲过 有法律型国际重复征税 也有呢 经济型国际重复征税 还有税制型 因为在这儿我们只是说企业所得税 就谈不到说税制 还有这个复合税制的情况 那么我们这里边要解决的 刚才一二两项啊 都是法律型国际重复征税 就是税收管辖权在划定的时候 那边属地原则 这边属人原则 或者那边属地原则 我们这边也是属地原则 属地原则和属地原则之间 我们有所不同 表述有所不同 有国际重复征税 这个实际上呢 法律型国际重复征税就体现出来了 而接下来我们看呢 除了法律型国际重复征税 还有经济型 经济型 居民企业从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 外国企业分得的来源于中国境外的股息红利 等权益性投资收益 外国企业在境外实际缴纳的所得税税额中 属于给居民企业分红该项所得负担的那一部分 也可以作为居民企业 可抵免境外所得税的税额 在抵免限额内去抵免 这个就是我们第一章里所说的经济型国际重复征税 大家注意咱们前边那法律型啊 国际重复征税 针对的纳税人是一致的 就是那个纳税人境外境内所得 都对他的同一笔所得 同一个纳税人的所得要征税 法律型的啊 由于事实管载权的问题 经济型呢是针对不同纳税人 大家注意居民企业 咱们现在在说他 而境外交税的 是他投资的子公司外国企业 他子公司交的税 我们允许居民企业 在规定的限额内去抵免 而且呢是归属于他负担的那一部分啊 在规定的限额内去抵免 这个体现的是经济性国际重复征税 我们要避免的是经济性国际重复征税和第一章呼应啊 第一章有的同学没好好学 那下面呢我要提示大家 我们在学习中要把握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抵免法第四章讲过 一会儿还要强调 第二就是限额抵免 第四章也讲过 这个限额抵免抵免限额是按我国税法规定计算出来的那个税额 第三我们要注意把握的分国不分项 以不分国不分项 这个第四章也讲过 在这儿呢 就是复习性质的 接着就是直接抵免 与间接抵免 直接抵免对于纳税人他直接缴纳的税款 直接负担的税款 我们给他去抵免 间接抵免不是他直接在境外缴纳负担的 是他子公司交的 甚至于他孙公司交的 但是符合条件 我们允许他抵免 所以直接抵免啊 他在境外交税和在我们境内抵税 纳税人是一致的 都是他在境外交 然后在我们境内抵税 间接抵免 境外交税和境内抵税的 纳税人不一致 才说是间接嘛 这块我们大家也要注意区分 另外是简易办法计算抵免 这是我们在学习中 要把握的问题 有一些前面早就解决了 有一些我们需要深化 所以我们首先要注意 这一部分里的第一组考点 抵免法的适用范围 打了一颗星 居民企业境外所得 直接缴纳或间接负担的税款 再有就是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 取得发生在境外 但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所得 直接缴纳的税款 我们大家有没有注意 咱们再说居民企业说的是他境外直接缴纳 或者不是他直接缴纳 而是他间接负担的 就比如说他子公司孙公司缴的 但是是归属于他负担的 那个税款 而非居民企业呢 咱们强调的 是发生在境外 和在我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 有实际联系的 在境外直接缴纳的 就没说间接负担的 所以给大家归纳 这里呢 有一个重要考点 就是居民企业 可以享受直接抵免和间接抵免 间接抵免就不是他直接交的 是子公司交的 回来他抵免 非居民企业 只能享受直接抵免 只能享受 他这个机构场所发生在境外 和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 他直接交的 所以我们 注意啊 循序渐进 接着 什么是直接抵免 对企业在境外 直接缴纳税款的抵扣 在现实中 比较常见的 总分机构之间 这个比较常见 因为总机构和分支机构 我总爱开玩笑 说分支机构是总机构的一只手 一只脚 是他身体的组成部分 他的一只手交的税 我就认为就是他交的税 那是你直接在境外缴纳的税款 回来进行抵免 就是直接抵免 所以具体呢 有居民企业来源于中国境外的应税所得 还有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取得的发生在境外 但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应税所得 这个指的都是这个居民企业 还有这个非居民企业 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 他在境外直接缴纳的 他直接缴纳的税款 我们来避免国际间重征税 因为回来我们也要对他征税 需要进行的抵免是直接抵免 接着我们看间接抵免 间接抵免往往是对境外的投资所得 以纳税款的抵扣 不是我自己做经营的所得 投资所得往往会出现在母子公司 母子孙公司之间 居民企业从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 外国企业分得的来源于中国境外的 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 外国企业在境外实际缴纳的 所得税税额中属于该项所得负担的部分 可以作为居民企业 可抵免境外所得税的税额 在税法规定的抵免限额内去抵免 所以在这间接地面我刚才说了 它不涉及到非居民企业 只涉及到居民企业 而且这个居民企业不是说 他亲自在境外交的税 不是他的一只手交的 而他儿子交的 他孙子交的 但是他儿子孙子交完税给他分红 他拿到的这个分红所对应的 他儿子孙子交的那个税 可以对他进行抵免 在这里呢就要注意了 间接抵免既然是对境外投资所得的 那你投多少就可以间接抵免了 你不能说我对外投一块钱 然后回来我也间接抵免 所以在这儿我们大家来看 间接抵免呢 它必须要符合最低持股的条件 这个条件咱们以前也考过 居民企业直接持有外国企业 20%以上 含20% 或间接持有外国企业 20%含20%以上的股份 所以他必须符合最低持股 20%以上的条件 那持股比例有要求 下面呢 我们再看第二组考点 境外所得税额 抵免计算的基本项目 这里呢 我们第四章学到过 在这儿带有复习性质 我们首先看啊 第四章我们就讲过 在分国不分项 或者分地区不分项的前提下 我们第四章讲过 也叫分国抵免法 企业应按照税法的有关规定 准确计算下列当期 与抵免境外所得税有关的项目之后 确定当期实际可以抵免 分国别的境外所得税额和抵免限额 首先呢 我们看 要准确计算的第一项 是境内所得的应纳税所得额 和分国分地区的境外所得的应纳税所得额 就境内境外的应纳税所得额 你得给它算出来 第二 分国或分地区的 可抵免境外所得税额 第三 分国或分地区的 境外所得税的 抵免限额 其实这些内容 咱们前面第四章都讲过 那么我们大家一起来复习 就是要求纳税人必须准确的计算当期 与抵免境外所得税有关的项目 包括境内外所得分国别或者地区别的应纳税所得额 可抵免的税额 抵免限额和实际抵免的税额 接下来呢我们看第二 也是第四章讲到过的 就是咱们国家原来传统的境外以纳所得税的抵免 传统的我们是按照刚才第一种情况 分国不分项或者分地区不分项 也叫分国抵免法 但是随着我们国家一带一路的推进 在2017年呢 我们国家又开启了另一种抵免方法 这也是第四章讲过的 叫做综合抵免法 不分国不分项 所以我们看 2017年1月1日起 企业可以选择 按照国别或者地区别 分别计算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一种情况 那个分国不分项 也可以选择 不按照国别地区别来计算 就是不分国不分项 也叫综合抵免法 其来源于境外的因纳税所得额 且可以选择 并按照有关规定 分别计算其 可抵免境外所得税额和抵免限额 上述的方式一经选择 就是你到底选择是分国不分项 还是不分国不分项 意味着你是选择分国地免法 还是综合地免法 这个方式一经选择 五年内不得变更 第四章讲过 企业选择 采用不同于以前年度的方式 也就是原来你是分国不分项 现在你要不分国不分项 来计算可抵免境外所得税额 抵免限额的时候 对这个企业 以前年度按照有关规定 没有抵免完的余额 可以在税法规定 截转的剩余年限内 按新的方式计算的抵免限额中 继续去截转抵免 等于它换方式了 原来没有抵免完的 还可以截转抵免 但是是按照税法规定 截转的剩余年限 咱们税法规定截转年限 最多五年吗 你原来用老的方法 你已经抵了三年了 你还剩两年 那么这个按新方法 你只能够在剩余年限 你的这个项目是在两年内 截转抵免 你不能说换了新方法 又重新用五年底了 所以要找剩余年限 接下来考点三 但刚才考点一考点二 第四章都是讲过 都是复习 考点三 境外因纳税所得额的计算 这一部分内容呢 第四章讲过 但是本章更深化了 就是我们这个第十二章 有些内容和第四章啊 有重叠 但是比第四章要深 境外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 我们来看 首先基本要求一 应将企业取得的 来源于境外的税后的净所得 比如说他从境外 拿回来的时候 人家那边都已经给他 该扣税扣税 该征税征税了 拿回来的是税后的净所得 还原为税前所得 也就是还原为含税所得 按照我国税法规定 计算应纳税所得额 还原的步骤 提示大家分为两步 这两步 第一步是税后的 给他还原成含税的 也就是还原成税前的 第二步对口径 我们先看第一步 含税 来自境外的税后净所得 还原成境外含税所得 或者用境外的所得税额 还原计算成境外的含税所得 在这儿呢 给了大家两个公式 我们来看 第一个公式呢 就是如果我们拿到的是 税后净所得 加上交过的所得税 不就变成税前了吗 就是这个税后净所得在境外交过多少税啊 咱们考试有的时候给你的就这个条件 一加就是含税的 税前的了 或者呢 税后的净所得 除以一减去境外所得税的征收比例 他给了你税后净所得 又告诉你那境外给他争过了百分之十 那你拿净所得除以一减百分之十 这就相当于他境外所得的百分之九十 你拿到了吗 因为争过百分之十 这样你给他还原成含税所得 此外还可以呢 就是咱们以往人都也考过 他告诉你 他在境外交的所得税 没告诉你回来的净所得是多少 他就是说 拿到了境外分配过来的一笔所得 在境外交过了多少所得税 你呢 用这个 他在境外这笔所得交过的所得税额 除以境外所得税的征收比例 比如说境外征的是百分之十五 税额除以这百分之十五 就还原成了税机 税机就是含税的税前所得了 这是第一步 第一步实际上是还原 还原成含税 第二步大家注意对口径 对还原后的境外的税前所得 调整成符合我国税法规定的 应纳税所得了 这什么意思啊 还原完了 它不一定和我们国家的口径一致 还应该呢 就计算企业应纳税所得组合的时候 按照税法规定扣除的有关成本费用中 和境外所得有关的部分 进行对应调整扣除后 计算为境外的应纳税所得了 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拿到境外所得 有一些是为了取得境外所得 我们在境内发生的 可能在咱们境内扣过这成本费用 但是从境外分为所得的时候 没有考虑这个为了境外所得 在境内发生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要做调整 要调整 把为了它的发生的费用 调到它的那个向下去扣 这样呢 我们的口径 境内外包含的啊 这个所得的口径 才是公平公正的 要不然的话 你为了境外的境内发生的 在境内扣了 那你需要进行调整 这是提示大家的第二步 接下来呢 基本要求二 居民企业在境外设立 不具有独立纳税地位分支机构 取得的各项境外所得 无论是否汇回中国境内 均应计入该企业 所属纳税年度的境外应纳税所得 这个特别重要 这个以前年度是考过的 什么意思啊 就是咱们的居民企业 我们境内的在境外设立一个 不具有独立纳税地位的 分支机构 由于分支机构是我的一只手 我的一只脚 它不是我的大脑 它不具有分配利润的智能 要不要分配利润 是我大脑决定的 是我境内来决定的 所以呢 我在境外这个分支机构 如果取得所得了 不管那所得是否汇到中国境内 既然是我的一只手在境外取得的所得 那它不会过来 我们也认为是我们这个企业的所得 所以呢 我们注意 均应以境外收入总额 扣除与取得境外收入有关的各项合理支出后的余额 寄入该企业所属纳税年度的境外应纳税所得 它不会回来 也要并入所得 这个 它既可以在客观题里考我们 也可以在主观题里考我们 非常重要 第三个基本要求 确认收入实现的时间 以及对应调整 费用扣除 这个实际上呢 是发生时间确认和所得完整性的确认问题 一个呢 就是收入确认时间 一般情形呢 就和咱们那个企业所得税规定是一样的 咱们企业所得税学过 另外呢 就是所得完整性的确认 境外应纳税所得额计算确定 这个完整性我们注意 从境外收到的股息红利利息等境外投资性所得 一般我们表现为毛所得 应该对应在计算企业总所得的时候 以做统一扣除的成本费用中 与境外所得有关的部分 在该境外所得中对应调整扣除后 才能作为计算境外税额 比以免限额的境外的应纳税所得额 这实际上也是往前面说的对口径的内容 这个口径 你为了境外发生的成本费用 可能是在境内去支付的 很可能我们境内平时核算就给扣了 但这个可是为了境外的那个发生的 得归属到计算境外应纳税所得额中去扣除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看 在就境外所得计算对应调整扣除的有关成本费用时呢 应该对下面的成本费用予以特别的注意 就下面这个容易出现调整 我列了一个表 境外所得如果是股息红利的 我们需要对口径 把它那个应纳税所得额进行调整的时候 应对应调整扣除与境外投资业务有关的项目研究 融资成本和管理费用 这管理费用可能我们在境内 我们就支出了 然后平时在境内就扣了 但是和这个股息红利是有关的 所以要调整 调整这股息红利的应纳税所得额 利息应对应调整扣除 为取得该项利息发生的相应的融资成本和相关费用 租金 融资租赁业务的租金 应对应调整扣除它的融资成本 如果是经营租赁业务的租金 应对应调整扣除租赁物相应的折旧或者折耗 而特许权使用费 我们从境外取得的 在确定所得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对应调整扣除提供特许使用的资产的研发贪销等费用 如果是财产转让 应对应调整扣除被转让财产的成本净值和相关费用 这样我们的口径啊 境外所得的口径才是公平的 而且它计算出来的这个所得才是完整的 然后我在这提醒一下大家啊 有同学看到这就有点懵了 说哎呀 等于那个境外分回来的古希红利 我们给他还原成税前还得要考虑这些调整呢 是的 但是呢 以前没有考到这么深 咱们以前一般考的就是分回古希红利 后边他就跟一句 说符合我国税法规定的口径 和我国税法规定的古希红利计算口径一致 他老给你加这么一句 加这么一句你就不用做这个调整了 他没有那一句 和我们不一致 你就得有条找 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 提示一下 涉及到上述所得应纳税所得额中 应包含的已经间接负担税额的具体的还原 如果是间接负担的子公司负担的 我们后边考点五还要单独说明 对这一部分有点复杂 下面我们来看单选例题 某居民企业2018年度 企业所得税因纳税所得额是多少 这是19年的整体 你看他告诉你境内的所得 然后他说贾国的分公司 他的一只手境外所得 以纳所得税60万元 税率30% 要用我们前边那个 他以纳税额除以这30% 给他还原成应纳税所得额 200万 等于税额除以税率 就算出税基了吗 就200万 这样 这个居民企业2018年度 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 就是境内境外合计的 1000万加上200万 这是19年的整体 接下来呢给大家讲一个国家受总局的例题 就是稍微啊 这个政策有点难度的地方 无论是咱们专业阶段考试 还是综合阶段考试 都比较容易考国家受总局的那个例题 它例题就比较规范 而且呢 它的政策点又比较准确 所以呢我们一起来看 这个相关的国家受总局的例题 中国的A银行 向贾国某企业 带出了500万元 合同约定的利率是5% 2022年 A银行就收到了贾国企业 就应付利息25万 扣除已在贾国 扣缴预提所得税 2.5万元后的 22.5万元的税后利息 税后利息告诉你了 22.5万 扣了多少税也告诉你了 是25万的10% 而且告诉你 扣的预提税 这个预提税或者叫预提所得税 我在讲第四章的时候讲到过 给大家讲 咱们第四章 在说我们那个非居民 在我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 却有来源于我国所得 或者设了机构场所 取得的所得 和机构场所没有实际联系的 而且是列举的利息股息租金退权 使用费和其他所得 然后咱们国家对人家也争的是10% 预提所得税 而且我给大家讲过 为什么争10%而不是25% 因为它没扣成本 但有固定预争的特点 所以称之为预提税或者预提所得税 前面讲过啊 在这儿呢 这个预提税或者预提所得税 是国际通行的做法 所以人家也扣了我们 这个预提所得税10% 扣完了的22.5万元税后的利息 就给了我们中国A银行了 接着我们看 A银行应纳税所得的总额 是1000万元 已经在应纳税所得总额中 扣除了这笔境外贷款的融资成本 本金的4% 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们这个给境外贷款 但是它是有一些成本的 这些成本在境外呀 人家那个国家看不到 在我们这儿 我们知道我们是有成本的 这个融资成本是本金的4% 本金是500万元嘛 是本金 本金的4%是我们的融资有成本的 但是境外给我们扣税的时候 没扣过成本 人家直接按利息扣 接着我们看 分析并计算该银行应纳税所得总额中 境外利息收入的应纳税所得额 境外利息收入应纳税所得额 你可千万别说 就是那25万 你不能直接这么说 这25万是毛所得 毛收入 我们还没有扣融资成本呢 我们看 来源于境外利息收入的应纳税所得额 应该是已经缴纳的境外预体所得税的 税前的就合同约定的利息收入总额 在对应调整扣除相关融资成本费用 所以我们注意境外利息收入的总额是多少啊 税前你看上去是25万 因为税后22.5万啊 以扣税额2.5万 税前是25万 但是这25万只是利息 我们为了获得这个利息 我们有成本的 我们的成本呢 是500万的4% 前面给这个条件了吗 所以呢 应对应调整扣除相关成本费用后的 应纳税所得额 成本500万的4% 我们拿利息减成本 因此 我们的应纳税所得额可不是25万利息 还有成本对应扣除之后 我们这个境外所得的应纳税所得额 只有5万元 该境外利息收入 用于计算境外税额抵免限额的 应纳税所得额 只有5万 而A银行 应纳税所得总额 他直接说了1000万元是直接告诉你了 他早算出来了 总的是1000万元不变 所以我给大家在下面做了解释 由于1000万元是境内外总的应纳税所得额 这个题计算呢 是要求我们计算1000万元中的 哪一部分金额 是境外利息收入对应的应纳税所得额 他只是对咱们总的1000万元所得的一个划分 不影响总所得 他只划分出来 其中哪一块是境外的 境外的很少 只有5万元 不是我们拿到的25万的利息收入 接着提示大家 第四个基本要求 企业应当根据税法的有关规定 确认境外所得的实现年度 及税额抵免的年度 这个 确认境外所得所属的年度也很重要 有技术技巧我们先看一会儿我再解读 技术技巧呢是股西红利看分配 利租特转合约付 凭证晚到要追溯 分支政策有特例 我们一起来看 首先第一句提示大家 股西红利看分配 这个我们前面学到过 讲到过 企业来源于境外的股西红利 等权益性投资收益的所得 如果他实际收到所得的日期 与境外被投资方做出利润分配决定的日期 不在同一个纳税年度的 应该按照被投资方 做出利润分配日所在的纳税年度 确认境外所得 这个咱们企业所得顺略讲过 股西红利 他的所得什么时候确认 被投资方做出利润分配决定的日期 所以给大家举例 假定假企业在境外投资设立子公司 子公司2019年获利 在2021年11月呢 做出对2019年利润分配的决定 假企业呢 是在2022年3月收到分得的股利 100万元 那么这项股利应该确认为 哪一年的所得呀 不是看他是否收到 也不是看他哪年形成 而要看哪年做出利润分配决定 2021年 下面我们再看第二句 刚才给大家归纳的口诀 利租特转合约付 说的就是企业来源于境外的利息租金 特议权使用费财产转让收入 如果没有能够在合同约定的付款日期 当年收到上述所得的 仍然要按照合同约定付款日期所属的那是年度 确认境外所得 要看他合同约定 第三 凭证晚到要追溯 指的就是企业收到某一个纳税年度 境外所得以纳税凭证的时候 如果凭证到晚了 迟于次年的5月31日汇算清交 终止日的 汇算清交都结束了 凭证才来 汇算清交期间这凭证没来 所以导致呢 凭证没来 汇算清交轻易抵免不了的 结束了汇算清交 凭证来了 你可以追溯 对这一项所得境外税额的抵免 追溯去计算 凭证晚到了 可以追溯去抵免 第四 分支政策有特例 这个是我们前边刚刚讲过的 企业在境外投资设立 不具有独立纳税地位的分支机构 在确认所得的时候 有两个特殊规定 一个呢 就是分支机构 没有利润分配的功能 不论他是否做出利润分配决定 均应并入总公司的所得 这是我们讲过的 第二 就是境外分支机构计算生产基因所得的纳税年度 如果与我国规定的纳税年度不一致的 与我国纳税年度当年度相对应的境外纳税年度 因为在我国有关纳税年度中 任何一日结束的境外纳税年度 这个政策咱们和个人所得税有关政策是一致的 在这儿我给大家呢 也举一个企业所得税的例子 某居民企业在A国的分公司 按照A国的法律规定 计算当期利润的年度 是每年的10月1日到次年的9月30 那么这个分支机构按照A国规定 计算2020年10月1日至次年9月30日期间 也就是A国的2020至2021年度的营业利润 那么他的以纳税额 他都是按这个人家的那个纳税年度计算的 那么对应我国的 应在我国的2021年度 计算境内外以纳税额中低免 所以在这儿 你看他是跨公历年的 我们看他结束的 结束的是2021年9月30日 那他对应的所在年 所在公历年呢 就是2021年 我们国家是按公历年来确定的 接下来 基本要求五 共同支出的合理分摊问题 在计算境外所得 因纳税所得额的时候 企业为了取得境内境外所得 而在境内境外发生的共同支出 与取得境外应税所得有关的合理的部分 应该在境内境外应税所得之间 按照合理的比例来进行分摊 分摊后扣除 那我们看一下 可以按照什么比例来分摊啊 容易出选择题 一个是资产比例 再有是收入比例 再有是员工工资支出比例 第四是其他合理比例 前三项我们注意 资产收入员工工资 能让我们联想起什么 联想起咱们企业所得税 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 然后我们给那个各地区分支机构分摊的时候 也是考虑了资产收入和职工薪酬 差不多 所以呢我们大家注意啊 接下来呢是基本要求六 非常重要 高频考点 企业境外分支机构的亏损 不能够由这个企业境内的所得去弥补 所以我给大家归纳的就是 亏损不能内补外 胳膊肘不能朝外拐 但是如果这个企业在境外有好几个分支机构 有赢有亏 他有亏的又赢的 既然胳膊肘不能朝外拐 我不能拿境内的所得去补境外的亏损 那我能不能让境外的所得去补境外的亏损呢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首先第一种情况 就是咱们这个企业 他在核算境外所得的时候 他有不同的抵免方式 有分国不分项的 还有不分国不分项的 就是我们所说的分国抵免法和综合抵免法 我们大家一起来看 分国不分项抵免的规定 分国不分项按不同国家 但是同一国家里边 如果你有多个项目 多个机构 我们可以合并 但是你不能国家和国家之间来进行合并 那么对于企业他选择了分国不分项的境外所得抵免方式 在汇总计算境外应纳税所得额的时候 企业在境外同一国家地区设立的 不具有独立纳税地位的分支机构的亏损 他在 比如说我在日本 我在新加坡都设了分支机构 而且我在日本设了俩机构 新加坡设了一个 现在我日本俩机构中有一个亏了 另一个是赚的 那么我们注意 我在日本的两个机构之间 可以互抵它的盈亏 但是我不能拿新加坡赚的钱 去抵日本那个机构的亏损 当然也不能用我们境内的所得去弥补境外分支机构的亏损 所以我提示一下大家 我给大家归纳境外同一国家 不同项目之间的盈亏是可以相互弥补的 但是如果我们采用的分国不分项抵免的规定 不同国家的盈亏是不能跨国弥补的 所以分国不分项规则归纳 不能内补外 也不能跨国外补外 总而言之 分国不分项 它的这个亏损的弥补 是不能跨国弥补 接着不分国不分项抵免的规定 因为有一些企业随着一带一路 它在境外好多国家都有机构 都有项目 我们注意 它就考虑我这些国家这些项目有赢有亏 它可以选择综合抵免法 不分国不分项抵免的方法 那如果它采用了这样的方法 境外分支机构的亏损 是可以在境外用其他国家地区 应纳税所得的去弥补的 但是不可以抵减我国境内的所得 所以不分国不分项 如果境外有亏损了 不能内补外 可以外补外 所以给大家做了归纳 分国不分项不能内补外 也不能跨国的外补外 不分国不分项不能内补外 可以跨国的外补外 下面给大家相应的链接提示 也是更深化的内容 我们一起回顾 在第四章 我们学习企业所得税法的时候 有规定的 企业发生的亏损 可以用下一年度的所得来弥补 下一年度所得不足弥补的 可以逐年延续弥补 但最长弥补期限 一般不超过五年 另外咱们还说了有特例 具备高新技术企业 科技型中小企业资格的企业 最长亏损弥补 截转的年限 由五年延长到十年 那么咱们在第四章里面 所说的亏损弥补 五年也罢 十年也罢 这些规定 适用于的是企业的实际亏损额 不适用于非实际亏损额 我们在第十二章就引出了非实际亏损额这个概念 非实际亏损额我用最简单的例子来举例 就比如说我们分国不分项 企业境外分支机构的亏损 由于呢 它不能跨国弥补 就会出现 我刚才所说的 比如说我在日本那个分支机构 亏了 它不能跨国弥补 我新加坡分支机构是赚钱的 我境内也赚钱的 但是不能跨国弥补 这样就会出现 它既然不能跨国弥补 分支机构的亏损 它会呈现出来 对于我们整个企业而言呢 属于非实际亏损额 就是如果我们汇总看 我们不亏 但是由于不能跨国去弥补亏损 它那亏损就放在那 但是那个亏损 属于非实际亏损额 所以呢 用比较简单的方式举例 就是企业在同一纳税年度 如果境内外所得加总是正数 是赚钱的 它境外分支机构发生亏损 由于咱们前面说的 弥补亏损的限制 不能内部外啊等等 导致不能给它弥补的部分 不是真正的亏损 因为整体看我们是赚钱的 那么不能弥补的那一部分 非实际亏损额 而非实际亏损额 今后在那个分支机构 截转弥补的时候 不受这个五年十年 亏损弥补期限的限制 不受限可以无限期的 截转弥补 下面呢 要给大家分类举例说明 这个地方容易在考试的时候 考我们 首先如果企业当期境内外所得 盈利额和亏损额加总之后 是零或者是正数 是零反正它不是负数 它没亏啊 正数它是赚钱的 那么它当年度境外分支机构的 非实际亏损额 可以无限期的向后截转弥补 我们大家一起来看 2020年在这里考过的单选 某居民企业2019年 境内的应纳税所得额500万元 它在甲国非独立纳税的分支机构 发生亏损460万元 那么这个分支机构 可以无限期向后截转弥补的 亏损额是多少万元 我们大家注意你看啊 境内赚钱的500万 境外亏了460万 整体看这企业不亏 整体看那企业是赚钱赚40万的 但是胳膊肘不能朝外快 你不能拿境内的所得去弥补境外的亏损 所以那460万亏损就得摆在那 而咱们境内这500万元所得呀 不能补亏直接按照规定的税率 按25%的税率 这500万元就得在我们这就交税了 那那个460万属于非实际亏损额 这460万可以无限期的向以后纳税年度截转弥补 所以在这特别简单就是选460万 而且要问你这个企业当年在我国交多少税 那就是500万 成百分之二说我要在我国交税的 460万亏了 你也不能去逼补 它是非实际亏损额 下面呢我们看第二种情况 如果企业当期境内外所得盈利额和亏损额加总以后 它的那个核是负数 就整体看它亏了 整体看亏了怎么办 以境外分支机构的亏损额 超过企业盈利额的部分为实际亏损额 就是你整体看算出来的负数 整体负数是实际亏损额 按规定的期限进行亏损弥补 实际亏损额就按规定期限了 比如说五年底亏啊 那个期限 没有超过企业盈利额部分的非实际亏损额 仍然可以无限期的向后接转弥补 那下面我给大家就要做归纳了 把刚才一二两种情况归纳一下 然后后面我们再举例说明 首先呢 我们看刚才讲过前面的那种情况 境内盈利是A 境外亏损是B 两个亿相加 大于等于零 整体不亏 那金额B这个境外亏损 就是非实际亏损额 弥补亏损 不受那个五年底亏期的限制 没有期限 无限期的截转弥补 而且是在境外啊 境外某一个国家呀 等等啊 去截转弥补 反正你不能用境内去补 接着 境内 如果盈利A 境外亏损B 两个相加出复数 小于零了 假定复数是C 那么这个复数C 是实际亏损额 这个C的金额 要受五年底亏期的限制 而金额A 是非实际亏损额 这是什么意思呀 这因为咱们没有举数字例子 比如说我们盈利 盈利的是100 境外亏损 亏的是120 那么这个亏的是120啊 这个金额C 这个20 是实际亏损额 金额A100 是非实际亏损额 不受五年底亏期限制 原因呢 很简单 就是我们把境外亏损 给它分了两步 一部分是真亏的 实际亏损额 还有一部分 能用境内弥补 也不让去弥补的 胳膊肘不是不能朝外拐吗 非实际亏损额 所以这120分成两部分 一个是100 一个是20 20是实际亏损额 受五年底亏期限制 100是非实际亏损额 补亏呢 没有期限 下面我们归纳 归纳之后 再继续讲了一题 境外分支机构的亏损 不能用境内所得去弥补 这是第一个重要的 我们必须要牢记的点 胳膊肘不能朝外拐 第二 境外分支机构的亏损 是否可以抵减 其他国家地区 因纳税所得额 企业拥有选择权 选择权就是你选择 是分国不分项 还是不分国不分项 不分国不分项 你选择了 你就可以抵减 其他国家地区的 因纳税所得额 如果你选择了 分国不分项 你就不能抵减 其他国家地区的 因纳税所得额 第三 非实际亏损额 不受五年底亏期限的限制 这是给大家归纳的 三个非常重要的点 下面我们来看单选例题 某居民企业 2019年境内 因纳税所得额五百万元 其在甲国非独立纳税 分支机构发生亏损六百万 这个分支机构 可以无限期 向后截转弥补的 亏损额是多少万元 这实际上我们需要 把这个分支机构六百万 和境内的所得 我们加总在一起看 它真亏了 这个企业整个真亏了一百万 但是胳膊肘不能朝外拐 你不能拿境内的所得 去弥补境外的亏损 因此 六百万中 它有实际亏损额一百万 实际亏损额一百万 是受五年底亏损限制的 非实际亏损额五百万 不受五年底亏损限制 所以我们选择 非实际亏损额五百万 无限期的向以后纳税年度 截转弥补 接下来呢 我给大家一个稍微有点难度的例题 这有点难度的例题 也是结合国家售总局的例题 给大家讲的 中国居民A企业 2022年度 境内外的净所得一百六十万元 境内外加总在一起是赚钱的 其中 境内应纳税所得额三百万元 设在贾国分支机构 当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一百万元 他在贾国分支机构也是赚钱的 但是他设在以国分支机构 当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付的三百万元 A企业当年度 还从以国分得利息所得 应纳税所得额六十万元 大家呢仔细的去读题 我给大家用这个示意图展示了一下 这个企业啊 境内外净所得是赚钱的一百六十万 境内所得肯定赚钱三百万 然后呢 贾国分支机构也赚钱有一百万所得 以国分支机构亏损 但是 他的这个A企业 他有来自以国的利息所得 没通过分支机构去做的 就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所得的机构场所 没实际联系的在这 他自己直接 从以国那拿利息所得 没通过分支机构去做 大家呢一定要注意 就这个题目而言 大家先看清楚 他的格局啊 等于他来自以国 有两个项目 一个项目赚钱 一个项目赔钱 假定一 如果这个企业选择的是分国不分项 就是我们所说的分国抵免法 计算境外所得抵免 那么这个企业调整计算当年境内外所得 因纳税所得额怎么去调整 我们来看 第一 A企业当年度境内外的境所得是160万 但是他不是选择了分国抵免法吗 那假国和乙国 他们之间的盈亏是不能够跨国抵免的 当然胳膊肘不能朝外拐 这是肯定的 同时假那边赚的钱也不能去补乙国的亏损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发生在乙国分支机构 当年度亏损300万 只能够分国吗 用从该国取得利息所得60万去弥补 虽然这利息所得60万不是他的分支机构取得的 但是都是A企业来自乙国的所得 那两个项目 一个是他的分支机构 还有一个没有通过分支机构的项目 那么都是来自乙国的 那两个是可以去对冲的 他们一对冲 没有能够弥补的非实际亏损额240万 这240万不能从当年度 企业其他盈利中去弥补了 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看 下面就要小心了 如果给你出主观题的话 让你去计算 境内应纳税的所得额300万 是他给你的 甲国应纳税所得额100万 他给你的 以国应纳税所得额 他俩项目可以对冲的 付的240万 然后大家一定要注意 A企业当年度 应纳税所得总额 如果考试的时候给你提问 应纳税所得总额 你只能用境内的300万 加甲国的100万 不能考虑乙国的 因为乙国的亏了 你要把它也考虑进去 你再减240万 你就等于应纳税所得额 去补了以国亏损了 你不能够考虑它 你只能把有盈利的 境内的和甲国的加在一起 400万 同时大家呢 要注意 境内应纳税所得额300万 需要纳税 300万乘25% 来自甲国的应纳税所得额100万 需要纳税还要抵减境外以纳税额 如果境外 它本身税率比我们低 它回来就是补税的问题 补一个税率差的问题 对于以国的应纳税所得额 付的240万 你就不能够和 它这个境内的申报 相掺和 你看它当年申报的应纳税所得额 就是前面赚钱的那两项 400万 紧跟着就是A企业当年度 以国没有弥补完亏损的 属于非实际亏损额 因为整体看它是赚钱的 但是你单独看来源于以国 它是亏的 非实际亏损额240万 这240万允许A企业用它来自以国 以后年度的所得 无限期的截转弥补 这是第一个假定 接下来呢是第二个假定 假定这个企业 它没有选择分国不分项 而是选择了不分国不分项 计算境外所得颠免 那么我们看一下 后面计算的结果和分国不分项 就不一样了 首先呢 它当年度境内外的境所得 依然是赚钱的160万 而境外的亏损 依然胳膊肘不能朝外拐 不能用境内所得去弥补 但是可以跨国的外补外 它以国分支机构那300万亏损 可以呢 用还是来自以国的利息60万 和来自甲国分支机构的100万 合并去弥补 合并在一起去弥补 还是没有弥补完 还是出现了非实际亏损额140万 那么我们大家呢一起来看 如果它采用的是综合抵免法的话 首先呢 它要进行申报境内的应纳税所得300万元 这个是要纳税的 成25%要交税的 境外的应纳税所得 它那个来自以国的付的300万 加上我们有证书啊 以国利息60万 甲国分支机构100万 我们是给它合并在一起看 等于境外的就都给它合并了 还是付的140万 紧跟着就是如果问你 A企业当年度应纳税所得总额 你可不能说净所得160万 不能这么说 应纳税所得总额只有这300万 因为胳膊肘不能朝外拐 你不能补那个140万亏损 所以在我们国家申报这300万 这300万是要纳税的 而非实际亏损额 我们刚才算出来了 140万 允许A企业用它来自境外以后年度的所得 无限期截转弥补 所以这一点我们注意 它选择综合抵免法 无限期截转弥补的 境外的 甲国义国都可以 但是咱们前面分国抵免法 它的非实际亏损额 无限期截转弥补的 还是来自义国的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注意 企业做出不同的选择 计算出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无限期截转的所得的来源 也是不一样的 好各位学员 第十二章啊 内容特别的碎 好多同学觉得难是因为我们接触的少 仔细听你会觉得很容易理解的 所以呢我们在第十二章的学习中 要注意文 准 自信 而且记住 往前走 每一步 都是未来 大家加油